至于我们的校园BNT疫苗的接种从今天开始到9月30号 我们大约有16万名的国高中生 包括满12岁以上的国小生要来接种BNT的疫苗 那这个部分谢谢我们很多的家长都非常地支持 我们同学的接种同意率已经达到95% 那这当中我要提醒 如果同学接种疫苗以后有状况要立即回报师长 而且在师打之前睡眠一定要够不熬夜 师打后要多喝水 那体育课这两周里面我们不用激烈的运动的课程 改采静态课程 这也是我们事先做一些准备 同学们要在这里在政府借这个机会 呼吁我们的家长以及我们的老师 随时要掌握学生的状况 随时通报跟教育局大家一起来配合 跟卫生局一起来关心我们孩子们的健康 所以接种以后的注意事项 请家长老师随时关心学生的身体状况 如有出现以下的不良情形应近视就医 发烧超过两天48小时 严重有过敏的现象 以及胸痛心悸呼吸急策 运动的耐受不良 务必立即送医 这些我们一而再再三的来跟我们的老师 跟家长们提醒也请老师随时掌握状况 也就是说孩子们的健康是我们要非常在意跟重视的 这一个区块里面 我们应尽所有责任好好的了解接种以后的情形 所以也拜托老师跟家长们大家一起通意的合作 保护孩子们的健康 我们教育局一定会把接种后孩子们面临了哪些状况 有没有不良的适应的情形 我们会在明天接种完的情形 都会陆陆续续给大家很清楚的做一个说明 也请大家安心 相信这一波接种下来以后 我们的疫苗的第一剂的覆盖力 就会大幅提升 我们希望快速的建构群体免疫力 让我们整个新北市也好 全台湾也好 因为接种疫苗的数量能够提升 让我们能够慢慢回到安全的新形态生活 大家一起去加油 也谢谢大家关心我们孩子们BNT疫苗的接种 谢谢 感谢市长的说明 同时感谢今天的手语翻译金明兰女士 现在进入媒体提问的时间 首先我们请平面美